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来总结一下 在汕头这第一个月 花了多少 挣了多少 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 这里并不包含我所有的 花销和挣的钱 时间范围确实差不多是一个月了 截止到昨天为止 我发布视频是在4月10号 那不包含的东西 这次搬家所有的费用 不包含在内 这个也不是个小数 包括这个入住的时候 需要装的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看到 也不算在内 以及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 不算在内 仅仅是展示一下 日常的一些开销 然后呢 推荐一个记账up 但是我也没有收他们的钱 叫随手记 我觉得还不错 用起来还可以 好 首先是3月份 3月份的话 我从3月的12号 开始使用这个up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那这是一个总体的状况 总共支出1000 出头一点点 然后这个收入 总收入 然后总收入 我也列出来了 在这几个红点 因为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容易 我都完全知道这个地方 比如收200 是来自于我的一个希腊语班 它是一次克一次克付的 然后我这里收了它一次克的钱 然后后面的这几笔大的 几笔大的 其中这个7000是来自于 我另外一个班 它是五次克五次克的付 所以它就一口就付了1000 而另外一个是付了整个阶段 就一共付了6000块钱 然后这里有个5000是新开的一个拉丁语课 5000块钱的学费 一个阶段的一个学费 所以这是总共收入方面 再加上30块钱卖了本书 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的闲语号 那这是总收入 然后支出方面 这地方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了 你每天的一个支出的一个情况 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 支出会大一些 最开始支出会大一些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启动起我的那个小锅 那个小锅启动起来之后 很多时候在家里面随便煮点 简单的小玩意儿 那这个就迅速 可以降低每天的这个花销了 好 这是三月份 然后是看看四月份 四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没有主动的收入 还没有主动收入 所以总收入为零 然后总支出的话 到目前这个情况 然后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星期六 星期天 星期一 这三天好像尤其的低 几块钱就过了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在前两天的话 发现我在那个预见 小面居然还有两百块钱的这个存款 还有两百块钱 或者我账户上还有两百块钱 这个东西的话 在那躺了估计都有 一年半到两年了 就是之前在广州的时候冲的值 冲的值 所以这段时间都在用那个东西吃饭 因此吃饭几乎是零 几乎是另眼 几乎是零 然后再看到的这四块钱 无非就是一点这个车马费 也就是两块钱从这里坐到市中心 然后两块钱再坐回来的一个费用 好 再往后 这里给出一个每日的啊 每一天的一个情况 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个晚餐 就是在散哨的时候 一个晚餐一个晚餐 后来我看到这个晚餐 其实我没有标对啊 应该不是晚餐 应该是一个 速冻食品和早餐 早餐因为这是我看到 这个记录是去的楼下的超市 我在那应该只会去买 早上吃的干粮和 中午有时候就煮一点速冻的东西 所以这是这一点 然后每天可能 避不了的是要喝一点点饮料 但是这也就是几块钱的事 我也不会去买 比如说一杯咖啡之类的事 就跟以前的 动不动每天都要喝咖啡的那个习惯 完全不一样啊 但有时候 也许喝的那个咖啡是学生请的 因为那时候一旦上课 有时候我的学生会给我买一杯 但你现在已经完全没那个习惯了 好 同时你看得到 公共交通这方面对吧 那如果说是周日 周日可能没有公共交通 那就说明我周日那天 因为课太多的情况 那就不再去市中心 我估计那天也可能没有Vlog 没有我在海边的碎碎念了 好 最后再来说一说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 从收入方面 从收入方面 我这里没有包含所有的被动收入 就是我的投资收入 当然说实话 恐怕只能算是在缩水 不能算是在赚钱 但是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开启了自己的美股 那虽然目前来说最新的一个我看是大概亏了10块钱左右 10美金左右 那我还是看好它长远的一个发展 等我在美股方面的经验更多了 到时候可以专门开一个东西跟各位聊一聊 好再往后走 主动收入方面 主动收入方面要小心的一点 就是我在上面虽然看上去 11000多 或者说总收入12000多 看着挺多 如果这是每月都有稳定的 那我简直要消息了 我真的不用去打工了 但这个东西必须要说的是 这是在 有些是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至少要讲半年 至少要讲半年 所以这个真不算是多 真不算是多 只能说是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大概它一口气解决了我所有的 比如这个房租之类的问题吧 如果在吃的再省一点的话 也可能半年的房租加半年的这个生活费都在其中了 也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只能算是一个收支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支出方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我还没有非常详细的想去旅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一旦加进去之后 那财政资质马上就出来了 虽然说在这之前我在先前那个我不喜欢的学校待了4个月 那这4个月呢 当然有小10万的一个收入 那这个收入的话完全可以cover掉 我出去去年霍霍的那4万块钱的一个旅游 这个大坑 包括还可以支撑我再去花4万块钱再旅游一趟 但是在目前为止的话 我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兴趣是 看能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办法 比如增加被动收入的方式 能够让自己能够不动用老本的情况下 不动用这笔之前打工赚了的钱的情况下 能够支撑自己的一些旅行方面的事情 好 那这个视频就先简单的说到这么多 下次见